時間是在中午的1點 注意畫面左方的白色腳車 因為這一秒 63歲的夜姓駕駛 一個迴轉撞上了23歲的許姓女騎士 機車倒地 人被車頭壓住 接下來 1 2 3 4 5 連路過的騎士都停下車 十多人蜂擁而上 有一個穿背心 黑色背心年輕人 他剛好站在旁邊 然後帶頭去把車抬起來 所以全部的人都跑去抬車 然後再把他扶出來 要不然他是壓在車底下的 就很驚險 那個周遭附近的民眾都有去搬 否則那個女孩子開車 嚇到嚇死他已經能出來了 就把他幾個撞釘 把他前面的車子搬起來 把人拉出來 忙也是要先那裡先用 救人優先 餐廳人員是放下手邊工作 衝到對面幫忙 大家有力處理 老闆娘就叫我去幫他撐傘 天氣太熱 因為不能去動他 就等救護車來 然後把他送去醫院 日鎮當中就怕傷患曬昏 貼心的春傘遮陽 還好女期婿只是受到情傷 駕駛只是雙腳的擦傷而已 回轉的時候要注意 至少我們要停看聽 這個路口不大 而且車流量也不少 在這邊要回轉 警方特別提醒一定要千萬小心 大家新聞 朱榮蕭紅樹高雄報導